MEDA LAB 民營 大家好我是MEDA LAB 的李明修 然後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紹 Monai這個一選影像的韓式庫 然後首先要介紹就是 Monai它裡面主要有幾個組成的元件 那我們通常就是透過這些元件 然後組成 組合在一起 然後來把一個例如說 Dikon或Nifty的影像 然後可能讀入 然後再經過一些前處理 然後最後未進model 然後最後訓練得到一個 可以使用的模型 然後我這裡就先介紹它幾個重要的元件 它這個是Mona它官網提供的 它的這個韓式庫的一個outline 然後首先我們會有一個原始的影像 可能是Nifty或Dikon 或者是我們醫生手畫 例如說一個PNG或JPG檔案 然後一開始我們會先經過一連串的Transform 就例如說我們可能會需要 對影像做Spacing或者是Resize 或者是Croping 或者是調亮度之類的動作 都是在這一步執行 然後這一步的話 Mona它裡面也提供 各式各樣的Transform 來幫助我們做這件事情 然後在下一步的話 我們會把這些Transform 跟Mona裡面有一個叫 Data Set跟Data Loader的工具結合 然後這兩個主要是負責說 你要用多少CPU來載入資料 這樣 然後再來是 Mona它裡面也提供了一些 醫學影像專用的LOS 例如說 在分割上面常常會使用的 例如說DAS LOS這樣 然後再來是 它也提供了一些 我們可以直接使用的Model 例如說Unate之類的 然後在下一步是我們會有一些 專門針對Sigma使用的一些Inference的方法 然後等一下我們也會介紹 然後今天我們主要就會介紹 Transform Data Set還有Data Loader 還有Model 然後跟LOS 跟這個Inference的Metal 然後跟大家做一次介紹 然後另外這裡 在我們Model Training的過程中 其實還有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就是Artemiser 但是這一部分 Mona是直接沿用Pytorch裡面的Artemiser 所以在Artemiser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使用Pytorch的元件這樣 好 然後第一部分我先介紹Transform 然後Transform的話 我就先介紹幾個比較常用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需要讀錄跟 讀錄跟寫錄檔案 然後我們使用的方形就是 LOD Image跟Safe Image 然後再來是 要調整影像大小 我們通常會有用Spacing跟Resize 然後還有用Crop跟Padding 然後還有一些調亮度的 然後跟一些 方便我們去處理影像形狀的 還有處理格式轉換之類的 方便的功能 然後像右圖這個就是一個範例 就是一開始我們可能是 透過讀錄一個JSON檔案 然後那個JSON檔案裡面就是 儲存影像的它的路徑 例如說你想 那個JSON檔案裡面可能就是儲存一個 Demo1.d7m這個自串 然後我們就是會把它讀錄 然後可能就得到第一張影像 然後為了未進Model我們會先把它 每張都配成同樣的大小 例如說變成下面這一張 然後之後再做旅Size 得到一張比較小的 然後就大家尺寸都一致的 然後這我們才可以丟進Model 然後或者是我們也可以就讀錄影像 然後做一些旋轉或是旋轉平移之類的 一些資料擴增的方法 然後一樣得到一張跟左邊這張尺寸一樣的影像 然後丟進去 然後這部分是Transform可以做到的事情 然後我這邊只是介紹一些 一開始可能你可能會用到 不過你之後還會有更多 如果你需要用的話 你可以再去Model的文件裡面看 就是它除了有上面說的調整亮度 它也有旋轉平移 或者是仿色變換之類的Transform 然後在下一步是要介紹 然後就是資料載入它要怎麼載入這樣 就是你可能是一次載一張 或是一次載十張這種不同的動作 好 首先是我會先介紹Dataset Dataset它主要就是 告訴電腦說你要怎麼準備資料 然後主要就是分兩種 一種就是普通的Dataset 然後另一種就是CatchDataset 然後這兩種的差別就是 一種的話就是當你要用的時候 它才從硬碟讀取到記憶體 然後另一種CatchDataset就是 在你要用之前 它就先把全部的資料都先載到記憶體這樣 主要的差別是這樣 然後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你的資料其實不是太大 我們通常都會使用CatchDataset 就是這樣就可以防止 那個電腦需要一直從硬碟讀取資料 然後這樣才不會卡在那個硬碟讀取的時間這樣 然後第二部分是Data Load 然後Data Load就是說我要怎麼載入資料 然後這邊主要就有三個不一樣的參數 你可以選擇 第一個就是Batch Size Batch Size就是指說 你是要從你的記憶體 就從你的RAM裡面載一張影像進來 還是你可能要一次載四張 或者一次載八張或載十六張 然後具體來說你這個Batch Size 能設多少是根據你GPU的RAM有多少來決定 就是根據GPU的記憶體 就是你GPU的記憶體越大你就可以載越多的影像進來這樣 然後第二個Now Worker的話就是決定說你載影像的時候你要用多少顆GPU來載 你可能你可以用假如你要載八張影像 那你可以用一顆CPU慢慢載八次 或者是你可以用Mark CPU就同時間載 這樣一次載八張這樣 好然後再還有一個prefactor的參數 然後這個prefactor的參數是說 在你載完你要的四張之後 你的CPU要不要先去多載幾張回來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prefactor設0 那你就是你這次用四張他就會載四張 然後之後就進去GPU 然後等你那些算完之後他再去載四張 然後如果你prefactor設例如說我這裡設2 那就是你載完四張之後他會繼續去載另外四成2 就另外載八張進來 就是你GPU在算的同時他也在載資料 那就可以保持GPU一直100%的運作這樣 然後再來是我會介紹 再來是介紹Mona裡面的一個元件 就是Network的元件 然後它裡面主要有分了三個部分 一個是Net的部分 然後它裡面就是提供一些現成的 現成的別人做好的model 然後例如說Unet或是分類的DanceNet 然後第二個是Block Block就是比Net小一點的元件 就是它可能只是Net的一塊 一個小區塊這樣 然後就是你可以自己再去堆成你想要的元件這樣 譬如說 現在最常用的可能就是Recedure Unit 這樣 那它就是可能是 這樣一個大的網路裡面的一小塊這樣 好 然後它可能就是有好幾個Layer疊起來的 譬如說這個Recedure Unit 就是有 六個Layer組起來的 然後再來是它也提供一些更基礎的元件 就是Layer的元件 就是這樣其中一層 然後讓你可以 自由的組出你想要的Network這樣 好 然後再來是Loss的部分 然後在Loss的部分的話 在Mona裡面它主要是提供Sigman Sigman類型的任務需要使用的Loss 例如說DanceLoss或是DanceFocalLoss這樣 然後 在其他例如說一般常見的CourseEntropy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使用PyTouch裡面的Loss來做 來做我們的Model訓練 例如說CourseEntropy L1Loss跟 那個NSELoss 然後或者是這些其他比較特別的Loss 應該都可以在PyTouch裡面找到 然後Mona就會提供一些Sigman任務會使用到的 好 然後最後一個 就是Mona它特別提供的一個東西就是 就是當你一張 就是我們一般的那種Network 都是要固定尺寸進去 那如果當你今天一張圖片就是 它的大小可能不一定一致 或者是 雖然那個大小你比較大你也是 可以說放成比較小的尺寸 但是有時候你就是想要維持原本的圖片大小 所以那這種時候你可能就要用到一種 Sliding Window的技巧 就是我就是拿一個例如說這個紅色框框 然後就是從圖片上截取一塊 然後這樣就這一塊就丟進Network 讓它去Inference出一個東西 然後下一步我就讓這個框框往右邊移一點 然後再讓它Inference 讓Inference完整這張圖片 那就算我這張圖片跟Network的實際 它接受的尺寸不一樣 那我也可以讓它做這個Inference這樣 然後Mona它就提供一個 方便我們執行這個操作的一些工具這樣 好 然後再來是Mona它也就 有提供一些Metric 然後這些就是可以幫助你計算一下 那個 ROC曲線 或是ROC曲線 然後跟它的AUC面積 然後或者是 就直接算 Let's Go 然後或者是算Confusion Matrix之類的Metric這樣 好 然後下一步的話就是會帶大家 實際操作的程式碼裡面 Mona應該要怎麼寫這樣 好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 Mona它的程式碼實際上要怎麼寫 好 然後第一個部分我們先介紹Transform 然後一開始我就先 介紹怎麼把影像讀錄跟讀出這樣 好 然後你要使用Mona的Transform 一開始就是你先 從Mona的這個韓式庫 Mona.Transforms 然後就Import Load Image Save Image 跟這個Add Channel 然後下面我還Import一個就是 等一下可以把圖片秀出來的一個 韓式庫這樣 好 然後在你使用Mona的這個Rode Image的時候 它的用法就是 你就它的這個Rode Image 然後要加一個小括號 然後之後再把你的檔名 當作一個參數傳進去這樣 然後要這樣寫的原因是 因為這個Rode Image 它實際上是一個Class 你必須先把這個物件建立出來之後 它才能幫你讀檔案這樣 好 然後這個Rode Image 它讀進來的時候 它是會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Image 另外一個是Meta 然後這個Meta的話 就是會記錄一些 這個影像相關的資訊 例如說它的尺寸 或者是它的解析度 或者是我們在X光裡面 會用到一個是Spacing的那個參數 好 然後另外它也會記錄說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DICOM檔 它還會記錄那些TAG的資訊這樣 好 那我這裡就是把檔案讀進來 然後我就把這個影像的一些訊息 就給它印出來這樣 例如說這張影像的Shap 然後跟它的最小值跟最大值這樣 然後例如說這個Shap是1024x1024 最小值是0 然後最大值是4095這樣 然後這也把影像就這樣秀出來 然後那就是一張X光的影像 然後它的大小就是1024x1024 然後在這裡的話你就是 如果你要看那張影像 它原始的顏色的話 你這裡要加一個ColorMap等於Grade這樣 如果你沒有加的話它會是一個 這個 看起來綠綠的一張圖片這樣 好 就是如果你要看原始圖片 你這裡要加一個ColorMap 好 然後再來的話是儲存影像 然後儲存影像的話 在Mona裡面的格式 它就是要吃這個 這個是N 然後HW的這個格式這樣 然後這個D的話 是因為你有時候影像是Ct影像 那它就是會有三維的 那這裡可能就會有一個D的這個維度這樣 所以在我們剛剛的那個影像 它是1024x1024 然後要存檔 我們就必須給它多加一維 就加在這個N這個維度上 那它就會變成一個 1乘上1024x1024的一個影像 那這樣它才可以存這樣 好 然後我就是把這個執行完之後 你就會在你的 資料夾底下發現有一個Demo 然後這裡就會存一個檔案 它是這個 Demo.trans.nii.gly這樣 這個就是你剛剛存下來的檔案 好 然後通常我們會再確認一下 這個檔案有沒有存正確這樣 因為有時候 你讀Dicom或讀Nipeting 你讀進來 然後你再寫出 你會發現 那個走的位置不太一致這樣 那你就需要在讀入之後 然後做一些處理 就是 通常你就是先 讀取檔案之後 你就先 再把它寫入 然後看讀入的格式 是不是你想要這樣 好 然後再來我們先介紹另外一種 讀入影像的方式 就是這個是用 這個是跟剛剛相比 它是多了一個D 然後這個D的意思 就代表一個Dictionary 然後像我們剛剛 RodeImage 我們是直接把檔名 接在那個 RodeImage後面 那在這裡的話就是 你必須先把它寫成一個Dictionary的樣子 例如說這個是多了一個大括號 然後裡面有寫 Image 是這個Demo.nii.gly 然後Label是這個Label.png 然後 現在我們要RodeImage的時候 就是用這RodeImageD 然後這時候你Key 你就可以指定說 你要對誰來載 譬如說我這裡就對Image跟Label來載 然後再順便把這個 剛剛的這個 放在後面這樣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針對Image 這個去載入 然後針對這個Label去載入這樣 就是比起前面那種用法 這個彈性會比較大這樣 好 然後這樣載入之後 它就是會把全部的資訊 一定都存在這個T1裡面 然後你要取出來的時候 就是T1 然後Image 那就可以取出來用了這樣 好 然後這裡一樣是把Image的Shape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多加一些 各式各樣的存置縫 然後這裡就再多加一個Add Channel 然後剛剛是沒有D的 然後現在我們 就一律都使用這個有D的 就是D群哪里的格式 因為這個會 比你沒有D的方便很多這樣 然後就是這個Add Channel 跟這個Resize 然後我們第一步就先把影像都縮成5 就是512x512 然後它的用法也很簡單就是 這邊首先要介紹 要讓大家知道一件事就是 在Mona裡面的Transform 它通常支援的格式是C 然後HWD 這個C的話是指Channel的意思 所以你裡面以上的格式 如果讀進來是512x512 或是剛剛說的1020x1020 那你一定要先給它多加一個Channel 不然它轉換的格式其實會是 不是你想要這樣 好 然後這邊就先多加一個Channel 然後給它做Resize 然後Resize 然後Resize的話就是 規則跟剛剛一樣都是 你必須指定說你要對誰做 然後有些 春時夢你必須在額外 多加一些參數進去 例如說 Resize的話你就必須指定說 你要Resize成什麼形 形狀這樣 好 那你就可以得到這個T2 然後T2你就可以把這個印出來 然後你就發現這個形狀 已經從 印24都轉成512了 好 然後再來下一步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Rotation 然後Rotation的話 用法也跟剛剛一樣 我都是用有D的這個 原本是沒有D 然後現在都是有D的 那你就必須指定對誰做 然後這邊 這個角度是指那個進度 所以你就必須是 可能Pi除以180再乘以15才能轉成角度這樣 然後這邊就是你多加一個角度的參數 那就可以把你讀熱影像都轉個15度這樣 就是這個 然後就會轉15度變成下面這一張 然後這個的好處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同時對兩張做一樣的旋轉 這樣 就有時候如果你是用Random Rotation的話 那如果你給它分開做 那你可能 Image它轉了15度 那你的Label轉了可能30度這樣 然後用這樣的好處 你就是可以確保兩張都是做了同樣的Transform 就這是其中一個用D訓練的好處 好 然後下一個的話就是介紹一個 大家應該都會用到就是 Schedule Intensity 然後這個就是可以把你像 可能原本是0到409 你就通通把它調成0到1這樣 好 那它就是如字面上的意思 就可以把亮度調成0到1這樣 你可以看到亮度已經被調成0到1了 好 然後剛剛我們就做了幾個Transform 然後接著Monat它又提供一個 類似打包的工具 就是它可以把你的好幾個Transform 打包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Compost的這個Function 然後它的用法就是 你就用這個Compost 那裡面就放一個List 就是這裡有一個中括號 那你這邊就放剛剛一個一個的Transform 這裡就放一個一個的 那你就用這個Keyes來指定說 你要對誰來做這樣 然後這邊的話是我剛好每一個都是 我對Image跟對Label做 那如果有時候 你只要對 例如說你只要對Image做 那你可以就這樣 你就可以只對Image做 就不對Label做這樣 就這邊你就可以很自由地去調整 好 那我這邊就是定義了這個 一連串的Transform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我也定義了一個 要輸入的東西 就是一個Additional 就有Image跟Label 那你這樣放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得到Output 然後這個Output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得到這個 你就取出它的Image 然後D0 這邊的話是因為那個Channel的關係 所以我這邊 必須多寫一個0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取出來 然後你就會看到這個影像是長這樣 所以到最後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實際上就是寫了這一串 然後跟這一串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直接得到 這一張處理後的影像了 好 其實就不會是剛剛那樣 一步一步的分解 就是這邊通通把它綁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一步到位 好 然後這邊也就是把影像的一些數值都映出來 這裡就是把影像都轉成512x512 然後大小都轉成0到1了這樣 就 沒有亮度的好是0到1這樣 好 然後寸子棚的部分就先介紹到這裡 然後下一步我們會介紹 DataSet跟DataLoader 好 那其實下一個Notebook 可是DataSet跟DataLoader的部分 好 然後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會 使用Mona裡面的這個 Mona點Data這裡面的DataSet 跟CacheDataSet 然後崔子棚就是剛剛介紹的那幾個 然後這邊要跟大家示範一下 要怎麼使用這個DataSet 好 然後 在我們使用DataSet的話 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 剛剛都是處理一個單的檔案 然後當然 當今天你有很多個檔案的時候 你應該要怎麼處理 那你就會使用到這個DataSet的這個元件 好 然後今天首先就是 剛剛的資料是一個Dictionary 然後現在我們可能會有兩個Dictionary 然後用一個List把它包起來 然後更多狀況的話 你實際上你這個檔案可能是從一個JSON 或一個CSV讀出來的 就是會有 可能這個東西其實是有上百個或上千個這樣 然後這邊就用兩個當示範 好 然後就跟剛剛一樣訂一個 然後那DataSet應該要怎麼使用 那它的使用方法應該也是 就很簡單 就是你就必須指定你的Data要是誰 然後跟你的Transform要是誰這樣 像我們這個Data 就是剛剛的這個DataSet 一個List裡面包兩個Dictionary 然後Dictionary就是剛剛 單獨一個是可以丟進Transform的這個東西 好 那你只要這樣做 那你Dictionary 你的DataSet就已經做好了 然後那你要怎麼使用它的話 就是 我們先跳過這個 我們就先看這個 那你就是直接取出 它的D0個元素 那你其實就可以得到 這一個東西了 就你可以看到這個Image 就是你獨入的Image 這個Label就是你獨入的Label這樣 然後這個是剛剛說的這個 就是Image的Meta 就是它的一些格式資訊 然後如果是Dacon 就是會一些DaconTag這樣 好 所以這邊就是DataSet最簡單的用法就是 你就這樣定好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用0 然後它就直接取出那個元素了 然後再來是我會介紹另外一種叫CatchDataSet 然後CatchDataSet的話就是 一次把你全部的資料都載進Image裡面 然後這個跟上面的區別主要是 就是當你在取用這個0的時候 當你檔案很大 它其實會需要載入一段時間 然後但在你訓練的時候 你其實是希望那些檔案都已經載入好了 這樣才不會每次都要重新載入 卡在那個IO的時間 所以在你資料期可以全部載入 然後它跟上面的這個差別就是 然後它會用CatchDataSet 然後這個CatchDataSet 你讓它跑的話 其實讓它就會 它會先需要你設一個參數 就是你需要 你要Catch幾張 你要Catch幾個Data進來 例如說我這裡設100 它就是會把100的資料先 預先讀進來這樣 不過我這裡只有兩筆的話 只有兩筆 所以它這邊就只有預先讀入兩筆這樣 然後它跟上面這個差別就是 當你定義完之後 它就會開始loadData這樣 就看它可能就要load一段時間這樣 然後說完DataSet 我們下一步是要講DataLoad 然後這個DataLoad的話 它是結合DataSet使用的 它就是當你今天想要用 從10顆CPU來載 那你就可以用DataSet 欸 就可以用DataLoad 好 然後這邊就是 讓它跑過 好 然後就是 就跟剛剛一樣 就是先訂這個DataSet 然後這邊是 就是放了200筆這樣 我這邊就是先訂一個 然後給它乘200 就代表這裡面其實是有200筆的這樣 然後就先訂一個DataSet 然後我這邊會顯示進度條 所以我用一個TQDN的套件 這可以幫你顯示進度條 好 然後我這裡 你要怎麼使用多CPU來載入 那就是你要多設這個 Number of Worker Number of Worker這樣 那譬如說我這邊就設10個 設10 那這個就代表說 我要用10個CPU去載 載入資料 然後 然後 那具體跟 只用一個CPU去載 讓它們超在哪裡 那你可以看到 我這邊載200 200張以下 那這邊就是 花了3秒 然後它就是1秒 載了51張 然後跟下面這個 比較就是 這個用了15秒 然後1秒載12張這樣 這樣 你會發現 你用10個CPU 會比用一個CPU快這樣 就可以用多個processing的方式去載入資料這樣 但這裡你也可以發現 它其實有點卡在IO的時間 因為這裡並沒有這個乘以10倍 它是只有乘以5倍這樣 其實你用5顆CPU去載它 基本上就已經 IO那邊就已經滿窄了這樣 所以這個實際上數字 你可以再自行調整 就根據你使用的硬碟 它是讀取快、讀取慢這樣 好 然後下一個要介紹的是 就這個dataset 你還可以 設定說它一次要載入幾張 例如說我這邊可以設定說 它一次要載入8張這樣 那 你就可以發現 剛剛這個都是跑到200 然後這邊又跑到25 然後另外 剛剛這個是一次只有一張 然後這邊是一次8張這樣 然後就是這個 背區賽者要設多少 就是根據你說 你的GPU一次想要塞緊 照Image進去來決定的這樣 那你就可以發現 剛剛這個200這邊就變25了這樣 好 那就先到這個部分 然後下一個階段 我們會再講Network跟Loss 那接下來是要 我們前面介紹的那些Transform 跟Data DataLoader 然後Network跟Loss 然後接下來我們是要介紹說 那我怎麼把這些整個東西串在一起 讓它變成一個可以訓練的東西 好 所以我就是 像剛剛一樣 我就先把會用的東西都Loader進來 就是一些Transforms 然後跟Data DataSet DataLoader 然後跟我這次會使用的是 Unate 然後跟我這次使用的 DiceLoads 然後跟 PyTouch裡面的Artemiser 我這邊使用Aden 然後Artemiser的話是Mona裡面通常沒有提供 所以Artemiser是要從PyTouch裡面去拿的這樣 好 然後第一步就是你先定你的DataFlow 就你Data應該要怎麼流進來 怎麼讀路這樣 那這邊作為示範 我就只讀一個影像這樣 讀一個檔案 那我這邊就稍微分了一個是 Training的DataSet 欸 Training的DataList 跟Vedation的DataList 因為實際場景我們可能會分這兩個類型 然後實際場景你可能 Training的東西你會做跟Vedation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這邊就剛好做一樣的 實際上這邊你可能會再加一些Random RandomRotation或Random的調Intensity之類的動作 就是做DataRegmentation的時候會用到 所以實際上 你這邊跟這邊實際上要分開來寫 因為你這邊可能會是不一樣的東西 好 然後下一步就是你就定你的DataSet 一個是Training的 一個是Vedation的 然後跟DataLoader 一個是Training的 一個是Vedation的 然後下一步的話這邊就比較多是 就是設定 你設定過程中的細節 跟你要使用CPU還是GPU 訓練的一些設定這樣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有GPU就使用GPU 如果沒有就使用CPU 然後第二個就是設定Network 然後當你設定完Network之後 你要把東西載到GPU裡面 所以你會有這個圖Device 然後再來是設定Loss 然後這邊我有設定說 當你進去算Loss之前 你要先做Segmoid 你這邊可以設定Segmoid等一處 然後再來是你要設定這個Aden 然後你說 你要調的等是誰 你要調這個Network的Parameter這樣 然後跟你調一個Rend Rate這樣 然後到這邊的話 那Network跟那些Training的設定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這樣 好 然後下一步你就可以做Training 然後我這邊就只有做Training 沒有做Vedation 所以程式碼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第一步的話就是 你先設一下你要Training幾個 你要Training幾個Iteration 然後第一步就是 進來之後你就是設定說 你先把這些Wait都設定成 可以調整的就可以Training的 然後之後你就可以用 這個TrainingLoader 來把資料載入 那這邊的用法就是 ForBatch3 For每個Batch 然後在這個TrainingLoader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透過這種方式 來把資料拿出來這樣 你就拿出來 然後把它放到 譬如說如果用GPU 就把它放到GPU 然後用CPU就把它放到Memory這樣 你就得到這個 然後你可以先歸零歸點 然後就讓它PD 然後算Loss 然後去計算新的歸點是什麼 然後更新Wait這樣 這邊就是整個Training的流程 然後這樣Wait就會一步一步更新的這樣 然後我這邊 因為這跑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就先把這個結果跑出來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 那就可以看到這個Loss 應該就一步一步會慢慢的下降這樣 那如果它沒有下降 你就會去到處去找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這樣 然後之後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取出來 我就可以把剛剛最後一次的Predition 然後就把它取出來 取出來的方法就是 就是你就先 就是這種取出來方法其實就是 就是它規定的 就是你就必須這樣寫 你必須先寫CPU 就是把它載到主機的記憶體 然後再跟 你的那些Network之間的關聯 先把它切斷 然後之後再把它轉成難拍形式 這樣你才可以 你秀出一張圖片這樣 這邊是 就固定就是這樣做這樣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 那經過訓練之後 那那個Network的Predition就大致上有一個 肺部的形狀這樣 然後到剛剛這邊的話 其實就介紹了 你這個 這邊其實就是Monai它整個 訓練的流程 然後下一步我就再介紹一個 就是Monai它自己提供的一個 Sliding Window的Inference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就是當你今天 其實你的圖像大小不固定 那你應該怎麼去做Inference 然後Monai也有提供一些方便的工具這樣 好 然後那這邊的話就是 這邊會先使用一個叫做 Siding WindowInference的東西 那就是你從Monai先把它Import進來 然後接著這邊 DataFold的形式都一致 然後這邊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這邊多了一個Crop 這個Crop的作用就是 它會從原本的影像 就接取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可能左邊一塊 就各個地方都可能接取一塊這樣 然後這裡接取一塊大小 就是接取一個160x160的區塊 這樣 然後我這邊就 每一張圖就是接取12個區塊 這樣 然後丟進Network去訓練 好 然後這裡Vedation就是 我不去做處理 圖片一樣是512x512 那 所以你這邊可以看到這個 Training跟Vedation其實 有時候會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邊分開寫其實是必要的 好 那這邊其實是一樣 那我這邊可以把其中 一部分Crop出來的 東西顯示給大家看 就這個其實是 可能是在 心臟附近的一個Crop 就是它Crop有時候 可能在心臟附近 有時候在肺上面 有時候可能在脖子 頸椎各個地方都有可能 好 不過這個大小就是160x160 好 然後這邊基本上是一致的 然後這裡的話 有一部分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都叫這個Inference 這Inference的話就是 用這個Siding Window的Inference 你就只要這樣呼叫它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把 把原本Crop512x56的圖片 它就會自動切成好幾個 160x160 然後幫你 每一部分做Inference 你只要把它拼起來 這樣 好 然後這裡的話 訓練過程跟剛剛一樣 然後這裡我會 多加一個 Vedition的過程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這裡是多了這個 Net 因為 做Vedition的步驟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這裡跟上面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裡的Pedition是直接 Net 然後Image丟進去 這裡的過程的話 它就是Inference 然後你就是 用Image跟 Duel Network 然後這樣得到一個Pedition 好 然後這裡其實還有 用到另外一個 Function就是這個 ComputerMindice 然後這個ComputerMindice的話 它其實跟這個 Loss算起來的東西是一樣的 只是這個Loss的話它會 它也需要去計算梯度什麼的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不用去計算梯度的問題這樣 因為這個計算梯度的過程 其實會佔用一些GPU的記憶體 然後這個是不佔記憶體的東西 好 然後這邊我也就把一些 它訓練的過程就把它秀出來 因為它是比較小塊 但你可以看到 Train Loss在下降 但是Vedition的Loss不一定會下降 就是 我這邊就是把Vedition裡面的資料 就把它 再 弄出來 然後就用這個Inference來做 就把它 切成一塊一塊 160x160 然後就是把它拼起來的這個動作 好 所以你就會看到 這個 你雖然你的網路是160x160 但是你也是可以拿去 Inference一張512x512的圖片 就是透過這個Inference的 這個工具 那你也可以看到這個 拼起來的東西 其實可以看到它是有一個一個的 對 好 那 這個Inference的工具 其實是Mona裡面才有 就是PyTouch可能 它 一般PyTouch裡面可能沒有的工具 就是Mona裡面 它就專門提供你做這件事情 好 所以那你就可以 穿一個比較小的Network 但是應用在比較大張的圖片上這樣 就不用 把圖片resize成比較小張的 好 好 那今天Network跟Siding Window 就大致上講解到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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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